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2月19日 星期五 欢迎来到财经内 那么全球最近是货币大放水 各个国家的央行 马力十足开动了英超级 好像这种世界末日的大洪水 当然这是货币洪水 大水漫贯 你像房产 股票 还有像大宗商品 比特币 粮食 对不对 各种资产的价格都是在暴涨 中国美国日本欧盟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全球的资产价格 一切商品价格都在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伴随着全球长期债券收益率的 大幅度的上升 你像美国欧洲 像他的10年20年30年的国债的收益率 基本上涨幅都是非常之快的 可以说通胀呢 各个国家的通胀 现在也在快速的抬头 加息和收紧货币的脚步 可以说越来越近的 如果通胀起来了 你不加息 你要被迫加息了 可以说 不是美领储 你自己说了算的 而且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房产泡沫 还有汇率调整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今天呢 我就具体的讲一下 30年前日本在保房价和保汇率 以及它的资产价格被刺破之后 这几方面的情况 那聊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借鉴 可以说对今天的全球主要资产大国 它的资产价格的走势和汇率的走势 还是有所借鉴的 同时呢 对大家的资产配置呢 应该还是有所参考和帮助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如果是新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赞 如果能订阅我的会员 对能源表示支持就更好了 也欢迎大家订购我的新书 那么纸质的和电子版的都有 PayPal和微信付款呢 都可以的 二战之后呢 在美国的扶持之下呀 日本的经济是迅速的增长 可以说发展非常之快 黄金30年 20年间呢 GDP的增幅啊 基本上在两位数 1964年 日本的东京奥运会是举办 日本也是向全球是展示了自己 全面复兴的一种刚硬的形象 经济奇迹 同年呢 日本也是大型的激进 就是大规模的搞基础建设 住宅建设总数呢 比1954年呢 增加了大约70% 那么从1980年开始呢 日美贸易摩擦啊 就不断的升温 因为日本 它的经济实力快速的上升 各种产品大量的出口 和美国不可避免呢 就发生了冲突 在1985年春天呢 美国的参议院将日本列为不公正的贸易国 美国的意思啊 其实很明显 就是要求日元升值 美元贬值 来压缩美国的贸易立场 当时呢 美国的汽车公司啊 可以说是成批的破产 汽车工业是失业 一大批一大批的工人失业 那么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 来增加汽车的出口竞争力 当然汽车只是美国想出口的一个方面 还有其他的很多电子产品 包括其他的一些工业产品 都是受到日本的挤压 所以他现在通过美元贬值 所以他想通过美元贬值 日元升值的方式啊 增加美国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而日本高层呢 他是一一呢 首先呢 他是想让美国息怒 害怕和美国的关系落僵了 毕竟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 在政治军事上 日本还是需要美国的保护的 第二呢 是日本让日元升值 来满足美国压缩贸易逆差的要求 当时日本的首相啊 叫钟曾根康红就明确的表示啊 强大的日本必须有强大的货币 也就是强大的日元作为支撑 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 强日元 那么在1985年9月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就签订了广场协议 5月份呢 就开始在外汇市场抛售美元 美元开始贬值了 日元兑换美元呢 就开始快速的升值了 仅仅两年的时间呢 日元兑美元已经升值了一倍 在1989年的时候呢 日本人均的GDP啊 是23887美元 而当时的美国的人均GDP啊 也只有两万两千多美元了 可以说日本比美国的人均GDP还高了一截 全球十大富人的名单呢 有六名是日本人 那么在那个时代 日本是进入到了超乎想象的繁荣之中 可以说多次扬言呢 买下美国 日本大财团也是纷纷的购买美国曼哈顿的地标 包括他的纳克菲勒大财团的大楼 那栋大楼是非常有标志性的 那么收购美国的企业和各种资产 可以说日本人是买买买 在东京呢 很多人去夜店消费玩耍的时候啊 给小姐的见面礼啊 有的就直接送一块金表 可以说出汗了 找不到毛巾 就用万元大钞来擦汗 那个时候日本出车车的起步价是一万日元 那么折合成人民币呢 是750元 而且呢 他完全不按照规定的价格 即使是这样 你还别嫌贵啊 日本有的人是拿着万元的大钞来拦车 银座附近去了五分钟的车程呢 有的人就花了一百万日元 折合成人民币就是七万左右 可以说是灰金如土啊 那个时候日本人的爆发户的信念 和现在的中国也是非常像 这个时候呢 日本政府就坐不住了 他要让日元适度的贬值 随即呢 就开启了货币宽松的政策 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扩张的政策 来提升类需的政策 可以说连续五次降低利率 把利率降了一半很短的时间 而大量的廉价货币和信贷资金 涌入市场之后呢 那么同时啊 就放松了国内的金融管制 日本的M2 已开始以两位的速度开始增长了 两位数的基本上就10%以上 那么大量便宜的钱呢就开始出现了 日本人看到了存钱不划算 因为钱太多了嘛 这个货币大放水大宽松 所以日本人呢 就把大量的储蓄啊 就拿出来投资了 因为你放着一些贬值 创造了大量的信用货币 那这个储蓄搬家到资本市场 或者说到实业 到消费领域去投资 有的是消费 那么为了扩大营业利润呢 银行他也愿意借钱 他想尽各种办法利用超利率 拼命的发放贷款了 相对于一般公司的贷款 那么房地产抵押贷款 它是风险是比较低的 毕竟他有抵押物在 于是日本商业银行呢 纷纷将便宜的资金呢 就投放到这一粒鱼去 广传协议签署之后呢 因为日元开始快速的升值 那么日本出口啊 就开始出现了下滑停顿 在1986年和1987年出口呢 同比分别下滑了16%左右和6%左右 那么以外向型出口为主的日本企业呢 就深陷这种盈利的泥潭 赚不了钱 因为出口萎缩 投资人拿了钱呢 也不会拿去给制造业投资 因为都知道制造业它的利润很低 实体产业投了就赔钱 那么存在银行呢 又没利息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看见大银行有大量的便宜的贷款 所以很多企业和个人呢 纷纷从银行贷款投入到了股票和房地产当中 大家的心里都是啊 有便宜的钱不赚 这不是傻吗 所以这种情况呢 和现在的中国和美国啊 也是比较像 都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快速的扩张 大量的年价资金呢 涌入楼市 股市在制造泡沫 中国的楼市 美国的股市啊 其实泡沫都是非常之大 那么再说的日本呢 大量的避险资金呢 涌入楼市 股市叠加带来的货币超发 股价开始疯涨 可以说三年时间呢 日本的股价涨了270% 那么这样疯狂的上涨 可以说也只有这几年美国的股市可以媲美 然后呢房贷利率是下降 审批非常宽松 在政府和银行的共同加持之下呢 来自银行大量的贷款呢 就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日本的地价也是疯狂的飙升 1955年到1990年 也就是35年时间 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了75倍以上 在1989年呢 日本的地价攀升到了2137万亿日元 你像东京 大阪 明古屋 京都 横滨和神户啊 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 比1985年呢 上涨了90% 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呢 只要你买地 然后去抵押 然后贷款 再买地 再抵押 再贷款 像这样无限的循环下去 你就一定能赚钱 在1989年呢 日本土地资产总额大约是2000万亿日元 是美国土地资产500万亿的四倍 就是日本的地价呀 总地价是美国的四倍 那么疯狂的房价呢 让日本老百姓呢 可以说也是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 1990年的时候 东京住宅它的均价超过了200万日元每平米 相当于12万人民币左右 那么按照一个日本中产平均呢 它的年收入500万日元来计算 买个100平米的房子呢 基本上需要一家人不吃不喝呀 40年 那么这样的房价和地价可以说 也只有现在全球第一大泡沫 中国的楼市是可以媲美的 中国人要买一栋房子 在北上广深可以说很多也是不吃不喝 至少也要三四十年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呢 日本呢是最好的年华 如果你告诉一个日本人 你们今天马上要衰退了 马上要萧条了 可能每个人都会骂你是傻叉 那么就像现在 你告诉深圳和上海人 说房价可能要大幅度的下跌了 他们也会骂你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现实呢很多时候 就是这么残酷啊 很多危机 你是预见不了的 但是它确实会不可避免的会到来 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地价的快速上涨呢 在日本可以说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 日本实体工业的发展 建筑用地的价格太高了 使得许多工厂呢 很多企业啊 难以扩大生产规模 而且过高的地价呢 也给政府的城市建设 带来了严重的这种障碍 在1990年开始啊 日本经济啊 可以说几乎就全是泡沫 金融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么为了抑制泡沫 经济膨胀 日本央行呢 从1989年开始啊 连续短时间是五次加息啊 货币供给就急剧的冰冻 大幅度的下滑 信贷急剧紧缩 短时间内可以说 这样连续的加息 这种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就算是铁打的经济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处于泡沫 顶峰的一个日本 所以之前很多书啊 分析说 日本经济当时啊 日本资产价格崩盘的原因 不是因为广场协议 逼迫日元升值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日本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 就是短时间之内啊 大幅度自杀式的加息 政府突然强制收紧信贷 控制对房地产信贷的总量 那么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增速啊 也是快速的下降 在1991年的时候啊 银行停止了对房地产的贷款 财政的最大 可以说这是釜底抽薪呢 对房地产的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看现在中国也在限制房贷 对不对 给这些银行划定两道红线 控制银行的放贷比例 同时呢 你向深圳确定这个指导价 其实最终啊 也会反映在银行 给购房人的贷款上 做出限制的 增加你的首付比例 那么日本财政的最高机关呢 叫大藏省 也是对于房地产融资的增长率啊 它设置在了不超过其总融资的增长率 可以说是严格的进行总量的规划 那么这对日本股市楼市啊 可以说就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货币政策的转向呢 日本股票的价格大幅度的下跌了 我们现在看 不管是美国和中国呀 这种资产价格大幅度的上涨 然后通货膨胀 对不对 通货膨胀也是在快速的抬头 很多货币啊 也是在收紧的 比如说中国的货币啊 就是昨天 中国的股市是高开低走 开年第一天呢 就大幅度的套人 可以说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收紧流动性 收紧了2600亿的 可以说这个也是 对市场的杀伤力很大的 而现在美国的通胀 也是快速的抬头 美联储呢 嘴上说短时间之内 不会加息 但是我们看不管是加息 还是未来的缩表 基本上都慢慢在美联储的 议事日程之内啊 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这对资产价格的杀伤力 是非常之大的 美股的震荡 很大的原因和这些关 美股的震荡 很大原因呢 是对通胀大幅度的上升 美国的长期无风险利率 大幅度的上扬是有关系的 可以说都是一种反应 那么日本呢 大量的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啊 然后就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因为日本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了 于是呢 人们开始疯狂的抛售股票 但是啊 抛售的人越多 价格呀 跌的也就越快 日经指数呢 在1989年12月31日 达到了最高点 就是38915点之后啊 急转直下 日本股市随即陷入了长达 20年的熊市之中啊 前两天呢 日本的股市刚刚超过了3万点 可以说还没有达到他 89年的时候的高点了 89年的时候的达到了 38900多点 可以说 那么前几天才达到了 3万点之上 所以看看日本的股市啊 这30年都没回过省了 然而呢 后来日本的股市之后啊 就轮到了楼市的崩盘了 随着央行加息啊 日元套利空间是急剧的缩小 那么国际资本呢 就开始撤离 随后日本政府呢 又出台了地价税 可以说这就是把房价 往死拉里打 在1991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房产泡墓 终于扛不住啊 就破裂了 房价可以说一泄千里啊 造成了全球历史上 最大的崩盘之一 截至2015年呢 六大主要城市的住宅用地价格 跌幅是65% 所有城市啊 跌幅都在53%左右 举个例子啊 在1990年 东京中心区的千代田区的 一番厅住宅 达到了17亿8千万日元 但是30年后啊 同一户型的价格 还是暴跌了91%啊 30年价格还是跌了90%多 可见当年的啊 日本房价的泡沫之高 对不对 日本股市的泡沫 房价的泡沫破灭之后呢 日本老百姓的财富啊 也是持续的缩水 损失了高达1500万亿日元 相当于日本三年的GDP总和 可以说这个日本人的财富蒸发 和这30年呢 日本的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也是产生了很大的联系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对不对 基本上生活也很节俭 都是用一些旧的 用一些回收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啊 对人民的生活习惯 消费和财富的打击都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影响很巨大 那么日本投资房地产的主体呢 其实大部分呢是企业 这些企业啊 开始就出现了资金流断裂 投地和房产遭到了大量的抛售 很多公司投资房产的资金断裂破产 资产价格暴跌 众多投资家被套牢 企业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 而银行不良率上升 政府债台高筑就只能破产 受到严重摧残的 可以说还是银行 出现了大面积的破产的狂潮 银行可以说是金融的中枢 但是当时日本银行破产是非常之多的 这20年来日本平均GDP的增速 只有0.75% 并且多次出现了负增长 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的不良贷款 是不但的累积 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 所发生的不良债权 达到了200万亿日元 可以说击鼓传花的游戏 基本上就彻底崩了 保汇率和保房价 可以说是一个极难的命题 二者很多时候是不能兼得的 你像俄罗斯 他选择的就是保房价 弃汇率对不对 而日本是相反 他选择的是保汇率去房价 可以说在1990年的时候 由于日元的升值 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就下降 那么社会各行各业的资金 就是投机楼市达到了高潮 日本可以说也是全民炒房赚大钱 那么楼市泡沫也是达到了巅峰 当时日本人惊信了 房价只涨不会跌的 让日本人越来越疯狂 然后同时他们也坚信股票 房价都会永远涨 早买早发财 房地产投资收益高过十几年 几十年的收入 一年可以说就赚了几十年的钱 和现在的美国股市 中国楼市其实也是很像的 每个人都是大赚钱 人人都是股神 人人都是房神 可以说 人人都是房野 那么房价在崩塌之后 即便是在20年之后 日本很多人可以说 怎么也想不通 房价股市怎么会崩 自己的财富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就缩水丢失了 面对经济困境下的两难 日本政府是选择了通过加息的方式来保汇率 并选择了行政措施来主动挤压房地产的泡沫 同时的行政措施也配合上货币政策 就是货币紧缩 连续五次加息短时间之内 最终就导致日本楼市的崩盘 因为信贷资金被卡死了 可以说就是拂底抽签 日本政府也是经过了艰难的决定 可以说有其不得已的考量 但是就是在那场史诗级别的泡沫坍塌之中 又有多少人一身的财富 一身的积累都是灰飞烟灭的 而现在可以说中国的楼市 美国的股市 日本的债市 这全球三大泡沫 还是在印钞机下在狂飙 那么未来会不会是和日本 当年资产泡沫破灭一样的结局了 可以说我觉得这种概率也是很大的 对了2021年 日本是又要举办奥运会了 又是一个轮回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期待收听 再见